南韓影帝劉雅仁 他最近被爆出染毒 遭到警方調查 那日前的尿檢結果顯示 易秉芬是陰性 但是大麻是呈現陽性的 不過現在他的毛髮檢測結果也出爐了 易秉芬是呈現陽性反應 警方針對此案已經全面擴大調查 將再次傳喚劉雅仁 而根據韓國食藥處處長吳玉根說法 他是透過麻藥綜合管理系統 過濾出可疑資料 起初並非是要抓劉雅仁 但是後來才得知影帝也在名單上面 包括劉雅仁在內一共有51人涉案 而目前劉雅仁代言的商品 官方已經開始下架他的照片 而他主演的電影包括 《Hi-5》勝負早就已經拍完了 原本預期是4、5月以及5、6月的時候會上映 但現在開播日期也成為未知數 如今就連毛髮結果都是陽性 他的新圖恐怕會受到極大影響 好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美女 就是畫面中的這一位人物 她是YouTuber滴妹 那她的手要營已經開了三年 昨天她在舉辦北部的春酒的時候 他們這個主題是叫做異國風情 而她穿的是越南的傳統服飾 她當初覺得自己已經穿得非常有誠意囉 結果沒有想到一看到員工的打扮 讓她甘拜下風 照片中可以看到滴妹 身穿越南的傳統服飾奧戴 一襲粉紅色長洋裝 格外襯托出她的紅潤氣色 雖然包得緊緊的 但依舊可以一窺身材曲線 纖細的腰身在鏡頭前一覽無遺 她說原本以為穿奧戴已經很有誠意了 應該可以角逐一下最佳造型獎 沒有想到員工一個比一個強 除了員工們的造型出乎意料 滴妹22日踏進春酒會場時 瞬間倒退了三步 一度心想是否走錯了場地 因為現場人數眾多 她這才驚覺手押銀品牌已經創立了三年 喝春酒的人也高達了百人規模 滴妹最後附上了一個大哭的表情符號 感謝謝謝所有銀藥店的所有員工 接著轉換焦點帶大家來關注到的市體談消息 WBC將在下個月就登場了 那美國隊隊長楚奧特 他先前有透露 他說隊友大谷翔平曾經親口告訴他說 他自己其實不是日本隊的最強隊員 那這番話大家在想 那到底誰是日本隊的最強隊員呢 有一名大聯盟的記者他就去調查 然後調查完之後 他也列出日本隊的三大怪物 日本隊三大怪物分別是 村上棕榮 左左木朗西以及山本游生 其中村上棕榮被譽為是日本甲籍 去年賽季敲出56轟 不僅超越了王甄智保持的日職本土球員 單記群雷打記錄 還榮登日職最年輕三冠王 報導指出 如果村上棕榮是少數優於大谷的打者之一 那麼左左木朗西就是少數能 凌駕於大谷之上的投手 年僅21歲的左左木朗西 最快可以飆出164公里只差球 另外山本游生已經連兩個賽季 拿下頭球三冠王 因此大聯盟記者愛德勒提醒美國隊 所以千萬不要掉以輕輕 好 想問一下小V仔 平常有騎車的習慣嗎 比較少欸 比較少對不對 因為騎車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路況有點危險之外 有的時候可能還會意外的被 就是可能遇到下雨的情況 狀況比較多 對 確實是 那在市領區就有名網友 他的臉書上面PO文 表示他在本月的20號騎車的時候 竟然有液體飛過 那當下其實也不覺得是怎麼樣 結果沒有想要回家之後 他竟然發現自己的衣服上面 有疑似腐蝕性的破洞 那疑似他就覺得說 是不是有人在潑硫酸 不過最後他也提醒用路人一定要注意 那這件事情很嚴重嘛 派出所當然不敢輕 所以他就調閱了監視器畫面 結果發現是烏龍一場 後續也將對發文者開發 北市市領區有名網友在臉書社團 靠杯天母幫PO文表示 本月20日騎車行進市東路口 發現有液體飛過 反家後發現衣服竟有數個 疑似是浮射性的破洞 最後不忘提醒用路人要注意 網友更是紛紛緊張 留言說嚇死人了 這一定要報警 對此下去奈亞派出所 經調閱監視器畫面發現 男子當時身穿外套 但是其外套並沒有因為液體 潑灑而破損 詮釋烏龍一場 男子也立即更改了內文 並在臉書道歉 嘉義縣水上香在22日的時候 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三十歲的蔡信機車騎士 與一輛兵士車發生了碰撞 送醫後仍然宣告不治 但是趙氏的王姓駕駛 竟然當場逃逸 在當天晚上就被警方給抓住了 訊後也依法送班 嘉義縣水上香20日下午3點 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三十歲的蔡信機車騎士 行進一處鄉間道路時 與一輛兵士發生了碰撞 送醫後傷重不治 而趙氏的王姓駕駛 竟然當場逃逸 警察現場時發現患者 已經倒臥在電線桿旁邊 請評估後患者已無生命真相 昨天下午5點45分 發生在本文局轄區的 肇事逃逸案件 經警方組成專案小組連夜追查 中在嘉義市的市區 央嫌疑等逮捕 王楠當安後解釋 他急著要到工作地點 處理事情才沒留在現場 後來事情處理完了 曾開車回來看 但是傷者已不在 訊後依照過失致死 最嫌被檢方願令以3萬元交報 再來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一起發生在河歡山 武嶺路段的火燒車事件 有輛9人坐的箱行車 他們結束了賞鷹行程 準備要去住宿的地方 沒想到在中途呢 卻發生了這個自然的狀況 整輛車是被大火給吞噬了 那警銷貨報之後呢 是趕緊趕到現場去搶救 那幸好車上的9個人 皆沒有受傷 河歡山無嶺路段 23日下午 發生了一騎火燒車意外 一輛9人坐的箱行車 剛結束賞鷹行程 正要前往住宿 不料車輛卻在台七甲線 54.5K附近突然自燃 整輛車被大火吞噬 警銷貨報後 立即派人前往搶救 或是約20分鐘之內就撲滅了 首先車上的9名人員 都及時疏散無人受傷 經理三項分隊派車滅活 本所派員時事交管 火勢於傍晚5時25分撲滅 移至車輛後到路會互通行 初不了解車上會帶有遺人物 去我原因仍在調查 走在路上真的要當心 或不只會從天降 或也可能會從地上給冒出來 就像桃園市平鎮區的 有一名男子行精一觸 人行到孔蓋的時候 地板竟然突然塌陷 那管委會得知之後呢 就在上面暫時放了一個三角錐 要來警示路人 但沒有想到一名阿伯經過的時候呢 竟然用腳踹開這個三角錐 結果下一秒竟然不勝殘摔 注意看這個阿伯用腳踢開擋路的三角錐 結果直接卡進洞裡 整治左腳從畫面中消失 桃園市平鎮區沿平路日前有一名男子 行精一觸人行到孔蓋時 地板突然塌陷 附近店家發現後先暫時放上三角錐警示 整料這位阿伯經過時 卻用腳將三角錐移開 結果一腳跌進洞裡不慎慘摔 幸好阿伯沒有摔得太重 自己爬起來之後 又默默地把三角錐放回洞口 接著想問一下默默 想問說你到夜市你會買糖草栗子吃嗎 有的時候嘴殘的時候會買一下吃 那如果你遇到那種很難撥開的糖草栗子 你會怎麼樣 我可能就會請別人幫我撥 一般人都是這樣子 今天看到這個新聞是有對前女兒 他們就去買糖草栗子 那女友他是怎麼樣都撥不開 沒想讓旁邊的男友非常生氣 直接去找店家理論 那店家其實是有點無奈 他說我告訴你要怎麼撥 不然我就是退錢給你好了 沒想這個說法男友完全不接受 直接跟百娘這樣子起了口角 還有那種肢體接觸來著 非常誇張 那等於是雙方在夜市上演了一場 栗子大戰 新北市盧州區一對情侶 日前到夜市買糖草栗子時 因為女友撥不開栗子 在旁邊的男友直接爆氣 用手少掉攤販商的栗子還嗆瞎 收起來不要做了 老闆表示願意交這位女客人播 不然退錢也可以 男友人不死心 與老闆娘起口角 老闆拿起手機收證時 雙方爆發激烈肢體衝突 警方獲報後立即前往並將雙方拉開帶回派出所偵訊的警察 這對情侶對老闆提告公然侮辱及傷害罪 老闆則對他們提告傷害毀損及公然侮辱等罪 經了解為購物糾紋 以自由徒手偷打情勢 盧州警將雙方代表拍手製作筆錄